不得了 有沒有年輕十歲 哇 這個不只年輕十歲啦 我告訴你 年輕的郭董來到這個世界上 你看看 這套的穿著 在郭董身上 穿就是草 這套如果拿給郭子前穿 它也是草 但是是嘲笑的草 這個你看 每個人服裝搭配都不一樣 Reven老師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幫郭董套了這個 我覺得其實郭董穿西裝真的很帥 所以我挑了一件比較休閒款的西裝 藍色跟白色的這種織紋 所以我裡面襯了一件白色的 我們都說白痴大配法 你的外套裡面有什麼樣的色系 裡面影一個顏色就對了 對 然後呢 配上卡其色 讓人家覺得是一個舒服的 而且卡其色即使就是大地的顏色 接地氣的顏色 接地氣的 對 那剛才很多人問我說 那Polo衫帽放出來 如果你今天是搭西裝 Polo衫就塞進去吧 如果你今天是單穿Polo衫 可以試著放出來 然後最重要是我幫郭董 配了一雙球鞋 這球鞋也是蠻吵的 對 因為郭董最近要常常趴趴走 對 我覺得球鞋喔 其實可以走很遠 對 我們都希望就是 我們大家一起繼續走下去的感覺 對 對 球鞋 又好穿 是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很舒服的顏色的色調 然後又是郭董最愛的藍色調 太好了 給他鼓勵鼓勵 好 郭董我們現在回來 這個鞋子除了好看也好穿 好穿喔 因為要曉得 這個鞋子主要的材料 說台灣製造也是 這個又跟他的經營團隊有關 我們這個慢慢聊 我在想這個 這個經營團隊 我都在想台灣的經濟 台灣代工最厲害了 對 不不不不 材料不是代工 材料 材料創新研發 台灣已經不是代工了 台灣的材料的科技 完全是運動之中 對 對 是世界領先 世界領先 我們穿的那些什麼機式台漢的布料 紅紅是台灣出具的 鞋面啊 都是鞋底的 因為我經營這個企業很久 才知道台灣這麼優秀